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识得此针 此奈奇门八卦朕业 我九岁便识它了 既然识得 那你可破得了此针 能识就能破 好 好 你只需率今前来攻阵 若破了此针 我就退回汉中 永不复出 当真 苍天在上 三军在侧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带领张虎岳平三将听令 在 在 诸葛亮所摆镇 名叫八卦镇 设警死杜伤等八个兵门 你们别看此镇威风林里 其实华尔无事 毫无足迹 你们先从正东的生门杀入 继而转向西南方向的修门 再从那里出来 之后迅速地杀回到北门 从开门杀入 如此此阵急迫了 准备 准备 猛 准备 既退 室凯隽 我们本人掠阵 harvest 取 你看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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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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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ji 抄흥!抄!抄!抄! 父亲 手锯变正了 八卦阵变成了两比太极阵 这不是太极城 只有两仪生八卦 还有八卦生两仪的 不好了 父亲你看 周伯亮把所有镇门全关闭了 但凌他们根本冲不出来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对啊 对面人听着 我家丞相有礼 赠送司马重达莫诸三头 以共靠军 走 大公道 怎么回事 我们奉命 从圣门杀入 修门杀出 无料一旦入阵 什么门都没有了 诸葛亮令我带话 让大都督回下去说 说 再 再读兵法 重新战策 三年以后 再来决一慈雄 下去 诺诺 听令 听令 全军冲杀蜀军战营 指本诸葛亮死而撤 父亲请慢 诸葛亮分明是想激动父亲 用我军冲杀呀 即使如此我也不惧他 过怀传令 对 跟着我的大刀 冲杀蜀军阵营 还抓诸葛亮 对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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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点 冲啊 冲啊 不料发生何事 至今迟迟不来呀 赵儿 你说对了 我不该会时请进 还好 蜀军没有率军追杀 诸葛亮用兵最好射服 因此他也怕我埋下服兵 传令 三军后退五十里 进入城池要寨 无我军令任何人不准出战 遵命 好 无我军为自己船表面 为什么一误我军在机 关你何事 带我见丞相说话 见丞相 牛脸见丞相 你见什么见丞相了 你见什么丞相了 你破财 苟安 你负责运送二十万弹军粮 应该本月初八就等 为何违宪整整十五日啊 丞相 沿途道路曲折 多处塌方了 下官历经千难万险 紧赶万赶 好不容易才赶到的 岂山两岛本乡走过多少回 再慢也不会延迟十五日那么久 分明是你好久勿势 究竟都扑到我这儿来了 丞相 下官是李延内侄 偷回奉命初属 请你看在李大人面子上 饶下官一回吧 按律 违宪三日就当处斩 念在你初次孕苗 我不杀你 从轻发落 谢丞相 拖下去 终杖八十 诺 丞相 使不得丞相 我乃李延之二 丞相三思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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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粮是我军三军之重 苟安误了良妻不说 更断送了我军大好战金 怎么能轻饶了他 苟安是李延的心腹 若杀了此人 李延定会猜忌我 更重要的是 以后 就没人再敢酝粮了 诸武格亮 我召你身中半剑 我召你跌落悬崖 我召你扶刀家境 我召你 我召你死无葬事之地 我召 我召 召 召 大家 前面 快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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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空给我拿上 一个也不许漏掉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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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ual 鼠力 你是谁 为何受过军杖 小的 蜀军良官 名叫苟安 因为运良误了期限 被诸葛亮打烂了屁股 误了多少日 十五日 怪不得诸葛亮那天没有乘胜进军 原来是军粮没了 你误良误得好 本都再赏你八十军战 饶命啊大都督 饶命 听着 你怨活还是怨死 怨活 小的 怨活 鼠汉有个大神叫李延 你认得他吗 大都督 那是我叔父 我送你一张大功劳 大都督 你不让我来 你去厂安 你去租赛 大魏朝廷的尚书如何 请大都督下令 小的愿意消灭 父亲 苟安从骑山大营回来了 请求入境 让他进来吧 诺 诺儿苟安 拜见叔父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诺儿押韵粮草 不过就 就吃了几日 诸葛亮 打了诺儿足足八十军杖 差点把我腿打断 谁让你一无七线呢 罢了 回家养溪去吧 叔父 执儿归返途中 截得一封密信 你 瞧瞧这个 这是司马医 写给魏帝 曹锐的亲密信 父亲啊 出什么事了 你自己看看吧 诸葛亮 接受了司马医的重金 俩人相立密约 相互撤军 以渭水为界 永不互犯 什么 竟然是 有任何事 可 以後 你 说 有任何事 杨 这 知而明白 你先回去吧 诺 风儿 马上备马 我去成都 父亲 这是不是司马懿设的离间计啊 你记不记得 几年前 丞相也有过类似的计谋 这是司马懿被朝廷所废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我是先帝托孤的重臣 设计有威 我不能不管他 父亲 父亲 你一旦叹到了诸葛亮 朝廷必然大乱 蜀汉就完了 风儿 你急什么呢 诸葛亮 要是真的被罢扯了 不是还有我吗 我就不相信 我比诸葛亮差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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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妮儿 陛下 司马懿已经上奏卫帝曹瑞 说他与诸葛亮私定密约 两人各自退军 化僵而至 永不相反 这时 竟然把陛下你 和蜀中的文武大臣 全部蒙在鼓里 诸葛亮 他究竟想干什么 爱心多虑了 丞相在北伐前 朕就劝他不要动兵 既然咱蜀灭不了魏 魏国也灭不了蜀 何不两国修好相安无事 现在 丞相与司马懿言和修好 让他主动退兵 这不也正符合朕的本意吗 陛下呀 要害不在这里 要害在于如此大事 诸葛亮他为何不向陛下请旨 为何要私下里与司马懿签订密约 其密约背后还有无其他交易 恕臣之言 蜀汉究竟谁是国君 是陛下你还是诸葛亮 哎呀 是啊 这么大的事 丞相不应该背着朕啊 陛下呀 这么多年来 诸葛亮借北伐之名 一直掌控着蜀汉的全部精锐 这太可怕了 哎 你是说 丞相会行篡逆之事 不管诸葛亮是否会行事篡逆 关键是他行事篡逆的话 陛下能否阻止他战胜他 如果不能 那么陛下这个君王就只有虚名了 诸葛亮这个强臣却是实际上的国君呢 陛下 自古以来 凡是君若陈强的 其君没有不死的 其国没有不亡的 对对对对 陛下 还记得汉贤帝吗 他是怎么死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先帝在白帝城脱孤的时候 曾经跟诸葛亮说过 如果我不成器 他可以自立为蜀汉之主 那诸葛亮当时是拒绝了的 如果他要夺镇的江山的话 可须等到现在呢 比一时此一时啊 那时候朝中有许多忠于先帝的文武大臣 如赵云 孙前 观星 张包等 他们对于先帝的感情远远甚于诸葛亮 诸葛亮审时夺势 当然不敢冒犯 现在不同了 前朝的文武大臣都已经过世了 诸葛亮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了 那你说正该怎么办啊 陛下立刻下一道指令 找诸葛亮回京一室 至此 臣值此信与他当面对峙 那他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那就更说明诸葛亮心存不轨了 陛下首证说东吴陆逊轻率十五万军轻入蜀地 连破川南八九座关隘 是无中将领不能敌 陛下招我回成都相救 如果东吴起兵返境的话 我们早就该有消息了 不错 东吴返境是假 陛下让我回朝才是真的 那丞相打算怎么办 我必须回成都见驾 丞相 卧军刚刚得到补充兵精良足 而且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 而司马仪呢又战败了 兵退了两百里 可是如果这时候你要是走了 我们岂不是功亏一篇吗 说得不错呀 我才想 芭成是司马仪做的鬼 几年前 他吃了我一道反奸剂 今日以我之道 反报于我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末将请丞相不要回去 不行 我在蜀中地位不同将帅 我必须回成都见家 我若不回 便是不忠 便是抗旨 定会遭人猜忌 而司马仪 他所谋的就是让我朝中内乱 逼我退居 这样吧 我让魏延王平统居 各不坚守原地 不必退居 只有你 随我回成都见家 那末将带多少人马 带什么人马呀 怕我有不测呀 五十计足矣 驾 报 李将军 丞相已到十里何 随行多少兵马 一辆车架 从近数十 随行将军只有将为一人 远处呢 后面有没有大队人马 在下八五十里内全部探过 没有 再探 百里所在 全部都要探到 诺 驾 列位 请在此静候 我亲自去趟十里桥 迎接丞相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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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官李峰拜见丞相 李峰啊 你为何独自来此啊 丞相 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收到了 那你为何不带大军护驾 大军进出骑山不容易 我让他们原地住手 等我回去继续配伐 丞相可知道 城里暗藏多大危险吗 知道 谁让我是丞相呢 先帝脱孤之重 我岂能姑息自己信 罢了 你赢我进城吧 诺 丞相 陛下有旨 请你到太宁宫相见 丞相 丞相 请你到太宁宫相见 我说 这密信的事 朕还是不追究了吧 诸葛亮马上就要回朝了 事已至此 陛下千万不能再犹豫了 可是 朕与相父 他有父子之情啊 我 我很不下心来 陛下如果很不下心来 那么先帝的基业就要沦入他人之手了 陛下 你好好地想一想 你与诸葛亮既有君臣之礼 更有父子之情 可他是怎么对待你的 他暗通司马仪 密夺先帝江山 昔日曹操携天子令诸侯 如今的诸葛亮就是蜀中的曹操啊 李大人把我说成了曹操 也有道理 曹操是丞相 我也是丞相 但我与曹操 虽可并提 却不能并立 诸葛亮中曹梦得奸 忠奸不两立 臣诸葛亮 臣诸葛亮拜见陛下 丞相请喜 陛下 北伐大军连战连结 司马仪兵穷力竭 臣正要长驱北上直到长安 不知陛下为何突然下令 让臣回城啊 那个我 朕多日不见相父 心里十分想念 想让你回来续续救 陛下可知道 三十万大军出一趟齐山 有多艰险 要耗费多少千两 可知道前方将领 攻城拔窄 流了多少鲜血 牺牲多少性命啊 这 陛下 事已至此 你不必躲善 你是天子 何惧下沉 李延此话说的 我有何罪 请陛下直言 哦 相父啊 串儿有封信 你看看吧 是司马仪请你写的 好字 好文章 好计谋 陛下 可相信这信上写的事情吗 朕 朕不大信 不过 诸葛亮 陛下 当然不相信 这是真的 所以才招你回朝 议事 问个究竟 但是 此信是真是假 应该由你来 禀告皇上 毕竟这信上说 是你与司马仪 达成的协议啊 陛爷 此信 从何而来啊 都尉狗安 在回成都的路上 从卫使身上搜出来的 那个卫使呢 那人拼命抵抗 被狗安部下杀死了 那么狗安呢 对啊 爷亲 你刚才说 狗安已经进宫了 那他现在为何不来啊 是啊 陈一早就传他去了 可 可现在怎么还没到啊 如果所料不错 狗安已经逃离了成都 将为 把实情禀报陛下 诺 禀陛下 狗安运送军粮为限十五日 一律当斩 但丞相念他是初犯 又顾忌他是上书令之内职 所以网开一面 只仗则了八十 之后狗安便心怀仇恨 在回去的路上又被卫军掳了去 随行的清兵多被杀死 只有两人逃到了山里 辗转数日才回到齐山大营 而如今这两人就在宫外 陛下若不信的话 可以照上来作证 所谓狗安 这一人就在隔沙密室搜得密信 纯属胡说 陛下 狗安已归降司马仪 司马仪写了这封信 让狗安来成都行离间之计 这等寂寞 陛下为何不查呢 哎呀 这 这是听信了李延的谗言 这 这是一丝糊涂 陛下 将为指狗安说谎 他的亲信密室回朝 难道就是真的了吗 李延 如今这两个亲兵就在宫外 而狗安何在 不管你怎么说 密信在此 白纸黑字 陛下 你快下旨吧 先罢免了诸葛亮 然后再令其详查 陛下 陈有话说 疯儿 天子面前 哪有你说话的份 陛下 丞相是更古以来 罕见的忠臣 你有话快说 那天 狗安来给家父送信时 臣就觉得此事不可靠 苦劝家父 不要中了司马仪的离间计 无奈家父不听我劝 臣只好派人连夜赶往西山大营 将此事报之丞相 请丞相小心在意 丞相执掌蜀汉三十万大军 他如有一心 完全可以清军策之名 率领大军返城 半日之间即可谈定成都 但丞相没有这么做 他此行只带回五十余计啊 出不上 你这个家贼 李岩 你才是畜生 是逆贼 相父 你的忠心 可朝日月 居然挫怪你了 臣并不委屈 只是前方将士们 用血和性命换来的成果 应臣一走 顿时化作乌有 臣未死心痛啊 这都是李岩的罪过 来人哪 在 将李岩拿下 一把重办 喏 放手 我自己会走 父亲 忠孝不能两全 害人不忍看你铸成大错呀 专相 甲父虽然有罪 但请赐他一条活路吧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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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所逝者 一者天邪 二者汉氏正统 因此才能偏安至今 但从古至今 偏安者断不能久安 先帝明白此理才立下了汉贼不两立的誓言 我受先帝之托 舍生貌死举兵北伐 你为何就不明白此理呢 正方啊 术不乏位 未必乏数 如果上天相诱 我定能平定雍梁 收复中原 反之 要是要是我们偏安易于不思进取 输中早晚必亡啊 不 我宁死也不同意 我宁死也不同意 拜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列位爱卿 丞相正在骑山 乘胜追击卫军 朕得到了李延密报 称有东吴来犯 因此 朕不得不下令丞相 率实回援 事后方知 所谓东吴来犯 纯属子虚无有 事情的起因 皆因李延争良不利 无法将后续的军粮 运送到骑山大营 不得已 李延只得谎报军情 朕本该一律重办 但是 念起李延有多年的熏老 加之相父为之说情 故 将其李延贬为庶人 永不复永 必亡下正乌 来 离言之职 鹰拙何人接替 陛下 臣愿以性命担保 举一人担任上书令 亲举荐何人 常识李延 丞相 在下万万没有想到 你不仅给了家父一条活路 还生用了在下 立峰啊 我向朝廷举荐的 是一个能为我们北伐大军 酬粮谋想的干才 不是为了报答 丞相虚慧若补 在下十分感动 你父亲离开成都了吗 已经返回故乡 童子去了 丞相 说也奇怪 家父以前 总是心事重重的 可自打成为庶民之后 他反而一身轻快了 走的时候啊 开心得很 说实话 我羡慕他呀 我也想重归南亚 安老于山中临下呀 那 那说了 你能让你走 让他走 你把我的道菜也这样 我一定会觉得 我自己uted 那天这就要 我才能给你 我才能给你 你给我 我才是 我才能给你 在哪儿 过到府上了 令丞相 这处府宅 是丞相北伐的时候 陛下吩咐建造的 陛下说了 快过年了 此宅赐给丞相做礼徒 这得好去多少钱两年 陛峰 你为何不建呢 建造新宅的时候 下官见过 陛下不拿 又一年过去了 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 我何德何能敢居此兴宅呀 李峰哪 把这府门封上 不攻破洛阳 我绝不进这府门 遵命 将为 末将在 吩咐部下做好准备 两天后起刑 你 随我重返岐山大营 遵命 天地之劫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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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是多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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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